哈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市Q努王的節目 我是Q努王美姐 那麼昨天大盤下跌了139點 今天再度的上漲了148點 那我們如果說看到 今天盤面上的走勢 開高 開小高 然後走高 雖然不是收最高 但是也是收在一個相對的高點 相對的高點 甚至連貴買指數挺弱的 昨天挺弱的 今天也回升到平板之上了 那我們如果說看開線圖的走勢 昨天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你都很害怕 我相信你都很害怕 但是美姐是怎麼樣跟大家講 美姐都有領先跟大家講 今天果然再度上工了 果然再度上工了 你如果昨天有看美姐節目的話 你一定知道美姐 什麼事情都講在前頭 而且美姐節目只有肯定的答案 沒有某人兩可的敘述 那麼今天呢 我們可以明顯的知道 今天電子的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些重點 就是 今天電子資金比重呢 低於六成了 那反倒是傳產走牆 那你現在看到傳產走牆 你才要再去追傳產嗎 那你看 一般的投資人 我直接擺明跟大家講 一般的投資人 甚至有些專家也都是這樣子啊 漲的時候才跟你講 跌的時候呢 大家都忘記了耶 但是美姐今天就是 你看我的標 這些個股下跌 就是找機會 美姐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美姐總是領先 在還沒有起漲的時候 跟你分享這些股票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啊 你看美姐節目 美姐沒有在很少跟人家在說 這檔漲停板明天還可以繼續追 這檔漲5%了明天會續牆 我從來沒有這麼做的 除非有我的理由 那如果有我的理由 我都會公開的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呢 鴻海 好 我在我一直以來 從上個禮拜一直以來 從130幾塊 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跟大家講的鴻海 今天 稍顯回檔 我們看一下2317的鴻海 今天稍顯回檔啊 跌1塊錢 那也不是說大跌嘛 也不是說大跌嘛 今天電子的資金呢 就不到六成嘛 資金比重不到六成嘛 那鴻海他修正了1塊錢 那我認為他叫做回檔啦 因為我本來是認為他會更強勢的 那後面還有戲嗎 我會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 再來高榮這族群 美姐是不是都有跟大家分享說 要領先避開 所以呢 你看 你看這麼多節目 如果你今天第一天看我節目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訂閱美姐的YouTube頻道 你如果訂閱美姐的YouTube頻道 Q女王流良美 YouTube 訂閱Q女王流良美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你這去觀看我過去到現在的節目 全市場我敢說 我大概是少數幾位 少數幾位 可以跟大家說機會在哪裡 也可以跟大家說風險在哪裡 請大家避開 所以我認為這才真正能夠叫做幫助你的老師 是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 你要去挑盤面上長很多的 今天在長什麼 你去追什麼的 那你不用看電視 你不用看節目 你不用看節目 你直接手機打開 早即將暫停 你去追就好啦 是不是 當然我不是叫你這樣做 當然我不是叫你這樣做 我是要你認清楚 想清楚 究竟怎麼樣才能讓你賺到錢 當然 我的模式 對你來說可能 會很困難 因為領先布局 它通常都還沒有長 它通常都還沒有長 那我現在 我還是要領先跟大家分享喔 我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暑假概念 暑假概念 蠢蠢欲動 好不好 如果你要等它長上去 大家都要講的時候 你再去追 我也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那就好比加全指數 昨天蝶 大家都在那邊跟你說很可怕 怎樣 你自己也嚇壞了啦 你看昨天的成交量都知道啦 如果說看昨天加全指數的成交量 其實在近兩個禮拜 兩個多禮 半個月了喔 半個月以來都沒有什麼量耶 今天呢勉強喔 還差不多還沒增上月線了 但是量有稍微出來一點點了 那美姐昨天跟大家說 她填補4月16號的缺口嗎 那我昨天怎麼樣跟大家講的 你如果昨天有看我節目你就知道 或者你忘記了 或者是你今天看 第一天看我節目 你看看我昨天在大盤下跌139點的時候 我怎麼樣跟大家分享 我們看一下昨天的VCR 她其實只是填補了 填補了這個4月16號的這個 向下跳空缺口 那正式完成了填補之後 她回測 回測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她回測 她有沒有跌破五日均線 沒有 所以呢美姐給大家結論 美姐給大家結論就是 這個後續不用擔心 還有高點 是不是還有高點 昨天在下跌過程當中 大家跑下的像什麼一樣 還收最低 那你看我的節目 你剛剛看到我的VCR 你就知道了 美姐給你的答案 美姐在節目上 所跟你分享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肯定的答案 沒有某人兩口的敘述 是不是這樣子 你光看昨天的VCR就是這樣子 所以美姐跟別人結論 節目不一樣的地方 你為什麼一定要訂閱美姐的YouTube頻道 查就查在這邊呢 全部都鐵正如山啊 昨天你有看我節目 我昨天很不舒服 我也是堅持的 要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大家不要害怕 還有高點 今天果然 是不是長得比昨天多 是不是這樣子 只是說他盤面上族群在輪動嘛 那今天呢 盤中其實蠻強勢的是 台積電 那因為他今天 他今天有公佈他的 四月份的營收嘛 四月份營收公佈出來 兩千三百六十億 兩千三百六十億 MOM就是與去年同月 同期 同月 與MOM 不是 不是 不是去年 你的腦暈 HKind MOM是 跟上個月相比 沿長了20% 那混亡 那92給和去年同期相比 沿長了 59% 這是創 四月份的 四月份的營收 是最強的四月份營收喔 最強的四月份營收之 但是 台積電他今天的尾盤哦 他有 掉下來 它有掉下來 今天盤中我看一度 長一個10塊 然後我收盤 最後一盤有掉下來 最後一盤有掉下來 那今天它貢獻了 加全指數48點的點數 48點的點數 但是整體的資金 其實資金族群 電子族群 資金比重還是不到6成 盤中甚至還低於5成 那反倒是船產走牆 那今天資金以往到哪裡 航運 那我相信有些航運個股 尤其是貨櫃 貨櫃三雄 昨天的旺海 牆長今天也是牆長 所以呢 牆長它已經排名到 比重已經排名到第二名了 航運業 那你真的就又要開始當航海王了嗎 不要真的看它長了才想要去追嘛 你有辦法你就領先去 領先去佈局 領先去佈局啊 那如果說航運業的話呢 我跟大家看的比較不一樣 大家如果說都在看貨櫃三雄 你是看海運 但是美姐呢 其實美姐在 下個月底就已經有跟大家分享了 也是二六開頭的 那這樣更穩定 如果是我的老粉你就知道了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你就知道了 我四月二三號我盤中連線 因為這禮拜身體比較不舒服 盤中連線暫停了 那四月二三號我盤中還有連線 我連線的時候公開什麼呢 我公開旁邊在輪動 我當時旁邊確實在輪動 但是呢曾經有輪動到觀光的族群 但是美姐認為呢 你如果要選觀光 你如果要選飯店 你如果要選餐飲 或者是旅遊的旅行社的概念 我認為呢 你不如選最穩健的長榮行 我就只給你講一支啊 我不是跟你講十支 我不是像有些人跟你講十支 或者是二十支甚至更多 然後呢 我框起來 框起來就說 我早就跟你講了這一支 你看我節目 我是不是很賭定 我直接就跟你講這一支啊 這一支是什麼 2618的長榮行 2618的長榮行 甚至呢 我看好它 我並不是說 隨便 每天都亂放泡 四月二三號我盤中 我節目跟大家分享長榮行 那 旁後節目 齁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比較詳盡一點的長榮行 因為我 節目的時間比較 有時間嘛 對不對 那我的 我的答案是什麼 美姐節目時候肯定的答案 沒有無論兩口敘述啊 我直接跟大家講 如果你看好觀光旅遊 你要選它 這檔是什麼 2618的長榮行 為什麼 你們都很在意 配息嘛 那你們如果又在意配息 它配息1.8元 殖利率呢 5.5% 它算是高殖利率 那我在意的是什麼 我在意的是領先佈局 我在意的是位階低 那這位階是不是低 2618的長榮行 我們看今天 上漲了 將近5個%嘛 上 開高走更高 上漲了將近5個%嘛 對不對 4.73% 但是你如果說看 423號在哪個時候 423號在哪時候 423號在哪時候 423號我們來看一下 就在這一天 就在這一天 我們如果說拉遠一點 是不是整個都還沒漲 整個都還沒漲 美姐跟它公開之後 直接噴漲 今天呢 再度的強漲 昨天下跌 那今天再度的強漲 對不對 所以美姐都是領先跟大家分享的啊 那你如果說 等到長上去大家都 都是一窩蜂在講的時候 你再去追就 就又是追高 今天長 長個將近5% 你也許都還沒解套 是不是這樣子 那長榮行兩岸觀光題材也有 高值綠綠題材也有 423號我是不公開分享 所以 是不是領先預告 是不是事後驗證 我有在跟你買後炮嗎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看海運 你追不到了 你追不到的 那你想要 找空運 你看華航也長上去了 2610 你看2610的華航 他也長上去了 他也長上去了 是不是 華航也長上去 那 你又想要追長榮行 你有沒有想過 你又跟在美姐後面追架了 如果你永遠都跟在美姐後面追架 你有沒有想過 一開始又跟上美姐的腳步 那另外呢 最近 蘋果 大家要聚集到iPad Pro 那 新iPad Pro的驚喜 台電也都有受惠 昨天有跟大家講 6269台郡 6269台郡 今天還是拉尾盤嗎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拉尾盤 小掌 他沒有掌很多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電子的 今天電子的比重是降低 是不到六成喔 不到六成喔 iPad的供應鏈 但是他還是一樣強勢的 手穩在盤上 那另外呢 我還跟大家講到什麼 4958的針頂 4958的針頂 今天算是修正 小弗的壓回 那其實老實說 就是 還沒有剛開始完全發動 那這也是屬於 iPad供應鏈的軟板喔 曾經修正過 整理過 一底比一底高 所以呢 這邊呢 我認為 這個是可以介入的 這個是可以 整體的結構是很好 是可以介入的 那另外呢 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鴻海 那鴻海呢 鴻海今天是修正的嘛 修正雖然不在一趴啦 但是如果嚴格來講 他的確是跌嘛 但是美姐還是看好他 啊為什麼 美姐一向都是 你先跟大家分享的 雖然呢 你看他你會覺得 你有懼高症 你也許你會害怕 因為他過去已經長一段很多了 那現在長到這邊 如果據 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先生 所講的200塊 其實 如果以今天來算 剩差30塊的距離而已 所以你會想說 欸 空間不大 但是我跟你講 我認為他還有空間 那所以我還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我的標誌 就很實在啦 有些個股 今天的下跌是給你佈局的機會 是不是這樣子 我不是說 又亮燈掌停亮燈掌停 我覺得我真的聽不下去啦 老實說啦 那你如果喜歡聽 那我們痛可能不大和吧 那我認為鴻海呢 它不是 它不只是AI個股喔 它也是瓶蓋股 所以你如果是在留意瓶蓋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去留意鴻海 那鴻海我過去 在這邊啊 上週五 的時候就都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現在這禮拜喔 你也聽此同波代 聽到很煩了啦 對不對 那我今天就不再放同波代 我是不是也是領先生 這邊我有做過一段 你也都知道 那這邊我要領先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修正我認為 我認為它還沒有結束 我還沒有結束 我不是因為今天修正我就不講了喔 我當時五月三號 我領先布局 我是跟大家說買就對了 在這種位間 因為它有整理過 它有整理過 它不是說半三一 卡在半三腰 所以我跟大家講買就對了 那後來呢 大家想說神秘買家就00946嘛 現在這都過去式了 五月六號標股領先爆 我也是直接跟大家講 AI概念標股 2317的紅海 那美姐要跟大家講 直接給大家肯定答案 還沒結束 那紅海為什麼還沒結束呢 你如果想知道的話 加入美姐的light 小老鼠QQ208 美姐把理由已經放在主頁 主頁在這邊 加入美姐light小老鼠QQ208 然後呢我放在主頁上面囉 想要知道紅海 後續還有什麼牛肉的話呢 加入美姐light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到回來 關於蘋果概念股喔 我認為喔 你還得注意這個族群 什麼族群呢 就是這個 鏡頭 那鏡頭你大概就想要大力光 但是美姐要跟大家講的是 玉金光 3406的玉金光 那這張股票今天也是下跌 今天也是下跌 那為什麼我要看好玉金光呢 因為其實如果說 Apple iPhone 16 它要提升它鏡頭的品質喔 那就是前望式鏡頭嘛 那它玉金光 它已經送樣有認證 有送樣到iPhone去認證這個前望式鏡頭 那如果說認證通過的話 6月份就可以開始出貨了 所以4月份的營收YOY 已公佈的喔 YOY就是 與去年同期成長了142% 與去年同期成長142% 當然啦不能跟護國神然比啦 可是呢 它有倍數的成長 營收有倍數的成長 而且今年呢 獲利是有望回到30塊以上 如果以現在價格來看 本益比商量的低 月線下周 周線翻揚向上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 它的股價是明顯的被低估 3406的玉金光 今天是小幅的修正 但是我認為股價明顯被低估 買就對了 那如果呢 你要等後面再跟上美姐的 腳步追價 你有沒有想過 一開始就跟上美姐腳步 雙高超策略 好股票呢 追高當然是風險高 有些個股呢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紅孩 我認為後續還有機會 為什麼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 加入美姐Lite小老鼠QQ208 美姐已經放在主頁上面了 然後另外呢 低階獲利高 正好比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 3406的玉金光 低階獲利高 大家可以留意卡位的機會 所以我今天標就寫得很實在 這些股票下跌 是你布局的機會 是你布局的機會 但是你要了解 並不是所有下跌的股 都可以低階 你了解嗎 好比說 我4月19號公開跟大家講什麼 避開高融資的電子族群 高融資的電子族群 比如說3661的世新KY 3661的世新KY 鐵鎮如山 4月19號節目直接公開 我的節目時候肯定答案沒有某人兩個敘述 我認為只是反彈 反彈要再賣方 3661的世新KY 今天再以創破爛手板心低 那另外呢 M31也是一樣 因為它融資過高 它在修正過程當中融資是在增加 所以這種股票壓回 壓回不能低階 融資不退反彈要再賣方 都是事後驗證 領先預告啊 創意不也是嗎 3443的創意 你看 它今天也是沒有漲嘛 但是你看它K線型態 反彈你要再賣方啊 是不是這樣子 一檔接一檔都是這樣子啊 融資不退的話 反彈都是要站在賣方啊 那你看這一檔一檔 不管是M31 尤其是6643 我昨天跟他講 今天 昨天他來到年限 你想說有撐 那結果呢 今天呢 再疊超過7% 再疊超過7% 所以操作你真的要 要有方法啦 都要有方法 我都領先跟大家分享 因為呢我知道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夠搶得先機啊 那如果你都 不管買或賣都跟在美姐後面追價 那你有沒有想過 一開始就跟上美姐的腳步呢 美姐過去做重店 全市場都知道 接下來呢 轉換到電纜做大雅 大家全市場也都知道 因為我都是公開分享的啦 都是領先分享的 再來我做銀劍 你知道的難感 你知道的情美 是不是這樣子 什麼檔檔檔檔 我都代見代出 那接下來 我要你留意的就是 我們即將要迎接來的 暑假概念 那暑假概念 被我們檔檔都可以留意的喔 你知道 它有包含很多領域 那你想要一起跟上嗎 這一檔 我稱它為暑假No.1 今天收週限 它幾乎收到最高 幾乎收到最高啊 因為呢 Q1獲利Y2Y20% 今年獲利有望翻倍成長耶 有望翻倍成長耶 那你找找跟上我的 你都已經掌握到了 最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股市幸福滿懷 美姐祝賀喔 那我們一起迎向520之後 你想要你先佈局 找美姐就對了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歡迎跟我們相關主義人員 恰群 一起跟上美姐的腳步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